賢婦 還要領國家的權,你們覺得對嗎? 韓國軍現在不起訴我沒有辦法接受 尤其傷子跌倒了 韓國軍這一點真的 這個時期有點想起來 我都特別的心酸 我從一看起來這些人都沒有任何 這個情勢責任不需要 沒有解釋過 那理事責任他們又說 講韓國軍不起訴 歷史責任那麼 所以看起來 只有國家給人家 其他所有責任的這些 所以為什麼真的不願意 願意站出來相處 願意再在一起 幫教會和幫這個社會爭取一點 我們要一字 還有兩個字是究責 為什麼究責 是因為江國軍的案子 到現在為止 這些刑求的人沒有任何刑事責任 還有 我們的國家已經花了一億 國庫的錢 賠給了江媽媽 當時國防部宣稱 要跟這些刑求的軍官求償 可是到目前為止 只開過一次庭 開庭的時候 所有的軍官的代理人 所有的律師 都說 既然檢察官都已經不起訴 處分 表示我們沒有犯罪嫌疑 為什麼我們還有什麼過失可憐 為什麼我們必須賠 每個人都拒絕賠償 因此 我們做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 我們在網路上發起萬人連署 希望在10月10號以前 能夠有一萬個人以上 精準的說 我們希望 是10100 為什麼是10100 因為江國慶是10月10號生的 所以是1010 我們再加一個0 因為1010人不夠多 是10100 至於這個連署書 到時候我們會 用公開的方式 送給檢察官 我們希望他聽到 大家在意這件事情的聲音 我們募集了 150位 其實今天來的更多 150位的 希望在這個國進日前夕 還就責兩個字 我們希望 江國慶的冤死 國家要追究責任 我們希望要起訴陳兆明 要求償冤賠金 這樣子才真正 讓江國慶的死 沒有白費 才不會讓這件事情 再繼續發生 才會避免下一個冤案 才會避免下一個冤死 江國慶案 追究責任 追究責任 起訴陳兆明 起訴陳兆明 求償冤賠金 求償冤賠金 啟訴陳兆明 求求償冤賠金 求償冤賠金 求償冤賠金 耶利 郭敬阳全球团队 起诉陈赵宁 起诉陈赵宁 投赏陈赵宁